那么除此之外 清政府要对外赔付战争赔款和外债的本息 那么这个对于清政府来讲 它的这种负担也是非常重的 我们前面在讲到清政府的财政的时候 曾经讲到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甲午战争之后 清政府向外借款一共借了7笔 总数是3.5亿两白银 那么这3.5亿两白银 平均中国每年要赔付外国 3400万两 2400多万两 就是甲午战争的时候 对外借款的赔款的这个数字 平均起来每年是2490万两 那么如果再加上庚子赔款 就是行政条约之后庚子赔款 那么清政府每年对外赔款 要达到3000多万两 将近4000万两 那么这笔数字对于清政府来讲 尤其对于清政府这种已经发生了严重危机的财政来讲 那么这个负担是非常之重的 那么这个时候清政府曾经希望 外国方面能够同意清政府暂缓来交这个赔款 但是外国方面讲 说这个事情牵扯到各个国家 我们一个国家不能够扇砖 我们一个国家不能做主 那么就以这种的说法来搪塞清政府 那么面对着这个武昌起义之后 清政府的财政危机 那么清政府就希望呢 还能够继续来大借外债 来解决这个财政危机 那么他要借外债呢 又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原来的外债没还清 就是他的这个财政信用又不够 那么因此呢 这个时候清政府就要求上海道 上海道 在上海呢 筹集大量的现银 首先偿付应该偿付的这个外债 那么当时这个上海 这个上海上海的这个道 上海道的这个道员 那么他是讲 都是上海海关那儿啊 说他还存着200多万两白银 但是这200多万两白银呢 是已经发放到这个银号当中的去升息 就是借给银号 是吧 从银号那这儿呢 获取利息 那么他讲说 现在啊 这个市场上非常恐慌 如果这个时候 把这个银号的这个现银 就是清政府存在银号的现银 提出来 就会引起什么呢 就会引起金融上的一个极大的恐慌 那么各个银票号都讲 说今日出装票 明日即倒闭 就是如果把这个现款 现金从这个银号这儿取出来 那么这个银号马上就倒闭了 这样的话就会又会引起清政府 他财政上的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 上海金融界的 像银行的这个经理啊 总理啊 各个票号的总办的经理啊 是吧 那么都到上海到衙门 跟上海道讲 说存在这个商号里 这个现金绝对不能够提出去 是吧 说万难提现 说如果你要提取这个现银的话 必全是倾倒 整个上海市 是吧 它的经济商业 都会出现非常严重的这种瘫痪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清政府没有办法 是吧 只能够另想别的办法 来筹集这个款项 那么这是清政府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财重负责 那么另外 在武昌起义之前 全国发生了一个非常普遍的 一个全国性的一种 这种灾荒 什么水灾呀 旱灾呀 这个虫灾呀 风灾 那么可以说呢 是人民是流离失所 那么武昌起义爆发之后 那么清政府就马上打电报 给各个省的总督巡抚 告诉他们什么呢 说现在呢 是人心浮动 浮莽甚多 这个武昌起义之后 这个人心呢 这个非常浮动 不稳定 因为我们现在话说 就是有非常严重的不稳定因素 人心浮动 浮莽甚多 就是到处都是那些农民起义的 或者是秘密会党 说呢 又值连年见机灾民遍野 殊殊可虑 急以严防勾结响应 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在 是吧 各个地方 有人民起义 有秘密会党 现在又发生了灾荒 很多人那是流离失所 是吧 生活非常困难 那么清政府呢 就要防止这些人 是吧 挺而走险 转向革命 或者说呢 和革命党 和这个会党 那么联合起来 发动更大规模的 这种反清的这种起义 那么一般的讲 在社会比较安定的时候 清政府对于这些机民呢 他不是特别重视 那么清政府也有一些 那种救急的措施 相对来讲 他不是很重视 那么但是在这个时候 武昌起义爆发了 是吧 各个秘密会党 也在进行秘密活动 那么清政府呢 就不得不从 他这个非常困难的财政当中 挤出一部分这种资金 来救济灾民 特别是要救济哪呢 救济像湖北 四川 这些地方的灾民 是吧 因为这个武昌起义啊 那么在湖北 在四川 那么表现的呢 影响更大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那么清政府 他的这个黄石 就把他这种内躺十万元 拨给了四川 又拨了十万两白银 给了湖北 来镇绩湖北的灾民 希望呢 能够稳定这种社会 是吧 安抚百姓 那么清政府 向一个省 拨付十万两白银 是吧 去救济灾民 那么他的数量是极小 就可以说是无济于事 面对了那么多的灾民 十万两白银 实际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不但如此 这十万两白银 往往被清政府的地方官 或者军事将领所挪用 没有用到镇绩灾民身上 你比如说讲 播放到湖北的 这个十万两白银 那么被段祺瑞 就是北洋军的将领 段祺瑞给挪用 段祺瑞为什么要挪用 这十万两白银呢 是因为段祺瑞 他的军队的军饷发不出去了 就挪用这十万两的 这种镇绩灾民的这种镇营 那么但是这个时候 湖北的地方官要镇绩灾民 是吧 那么就又催掉这些钱 结果呢 搞得这个段祺瑞 也是非常的紧张 是吧 非常的窘迫 叫做无以应付 那么也就是说 清政府在武昌起之后 是吧 他面临着金融的恐慌 面临着他要 面对诸多的这种财政困难 是吧 军费开支 这个对外赔款 是吧 这个这个 这个积民 这个灾民 是吧 那么他面临着很多这种困难 那么这样 到了这个1912年 那么清政府的内阁 杜织部 那么杜织部呢 就相当于我们讲的这个财政部 是吧 那么他们除了采取 拆东墙 补西墙 是吧 弯肉补双 除了采取这种措施之外 面对着全国出现的这种财政危机 或者财政恐慌 是吧 那么他们已经 无可奈何了 那么在这个1911年的12月 清政府的内阁杜织部 那么他们这说 说现在啊 是时局微迫 形势非常危急 库款告庆 就是大清朝的户部 他的这个库里边 银库里边 存的银子 已经告庆了 没有了 说 躺不诉愁地款 则华馈既在目前 说现在如果清政府 不赶快筹集大量的 这种 银粮 那么清政府的军队 这个华馈就在目前 军队就会滑变 而且他们讲 说中央政府对于各个省 向中央提出来要求拨款 他说这个事情 说中央呢 已经是势难兼顾 中央没有办法去兼顾各个省 他说呢 既 既 既令 事部筹拨 亦属空言无忌 他说即便这个时候 清政府下一个上狱 下一个什么命令 命令杜织部来筹款 向各个省来拨款 说这个呢 亦属于空言无忌 也就是空言 讲讲而已 实际上根本筹不到款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那么到了这个1911年底 那么清政府的财政就已经出现了崩溃 那么清政府呢 也不得不公开承认清政府的财政崩溃了 那么清政府的这种财政崩溃 对于清政府的这个政治统治的那种危害 那么是非常直接的 那么这是我讲到武昌起义之后 引发的金融恐慌 对于清王朝的统治 那么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下面我们接着讲第二个问题 就是武昌起义之后啊 清政府这个财政崩溃 讲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的题目呢 叫做清廷应付财政危机的开源与截流 就是清政府啊 应付这个财政危机 采取一些措施 一个是开源 一个是截流 那么这个清政府面对着武昌起义之后 出现的出现的这种严重的财政危机 那么他所能够采取的办法 怎么讲也离不开开源和截流 这么两个办法 就是不外乎开源与截流 那么清政府开源的第一个措施 或者说他开源第一个法宝 就是要再借外债 那么武昌起义之后 清政府内部很多官员这讲 说什么呢 说非大借外债分配各省 不足以救危机 就是只有借外债 才能够解救清政府的财政危机 那么这个时候 由清政府的各个省 自己出面 去向外国借债 这个我们不讲 仅清政府在1911年10月 向英国以及四国银行团提出来的借款 那么就有四次 提出来的四次要借款 借款总额是3000万两白银 3000万两 但是从总的方面来 从总的方面来讲 列强没有给清政府 以实际的财政支持 为什么 四点 四点原因 那么第一点 就是西方列强各个国家 他们在华的政治利益 经济利益是不一样的 或者说他们的这种 在华这种势力 是不平衡的 那么因此 这个各个在华的外国列强 可以说是各怀鬼胎 各有各的想法 同创异梦 那么面对着突然兴起的这个武昌起义 是吧 他们就来不及形成一个统一的对华政策 实际上也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对华政策 那么因此呢 他们不可能是吧 采取一个一致行动 对清政府提供一个大力的一个财政支持 这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这种矛盾决定的 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个原因 这个时候 帝国主义列强对于清王朝 他的统治 能不能够长久的统治下去 产生了怀疑 或者说 这个时候列强 他在寻求在中国的一个更好的一个代理人 就是武昌起义之后 那么列强很多国家的这个报纸 都在宣传什么呢 说只有袁世凯 是吧 才是时代的宠儿 那么只有袁世凯才能够把中国引上生活的常轨 这是他的原话 那么也是说 这个时候一部分帝国主义列强 把他们这个希望寄托在哪呢 寄托在袁世凯身上 而不是清王朝身上 因此不可能给清王朝 以一个非常实际的或者非常强大的财政支持 这是第二个原因 那么第三个原因 就是武昌起义之后这个革命形势发展非常快 那么特别是到了1911年的11月3号 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上海被光复了 上海解放了 那么这样呢 列强就必须要考虑一个什么问题呢 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列强大量的向亲政府去支付这个银两进行财政支持 那么革命党人是不承认的 那么这样帝国主义列强就要考虑 向亲政府支付大量的这种财政支持 他会面临的这种政治上的危险和财政上的危险 向亲政府提供几个亿 最后亲政府倒台了 革命党不承认 那这笔钱 那么就没有着落了 他要考虑呢 这革命党人对于他们向亲政府提供这种财政支持 这种不承认的态度 可能造成的这种政治上的危险和经济上那种风险 那么这是第三个原因 那么第四个原因就是武昌起义之后 革命领袖孙中山没有马上回国 他在西方列强各个国家之间 向各国家的政府首脑进行游说 进行一些外交活动 就是劝说列强不要向亲政府支持 提供这种财政支持 那么孙中山的这种活动 对于列强政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那么正是由于以上这个多种原因 那么使得帝国主义列强 在武昌起义之后 没有给亲政府 以非常强大的这种财政支持 你比方讲英国 那么英国可以说是在华利益最多的一个国家 那么英国是讲什么呢 说为了免治英商产命 见仇于格党 什么意思 说为了避免英国政府 向新政府来提供财政支持 引起革命党人的不满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 就很有可能会危及到英国人的这种生命财产安全 就是为了避免英商产命 见仇于格党 因此怎么办呢 说如果对中国进行贷款的话 必须要经过什么呢 必须要经政府及格党 尊认许方可 向中国提供贷款 可以必须什么 清政府和革命党都认可 那才行 那么这个法国和日本 那么他们也讲 说我们可以贷款给清政府 但是附加一个什么条件呢 说他们所提供的贷款 不能够用于军事目的 提供贷款可以 你不能够用于军事目的 那么也说列强在当时的情况之下 不希望过多的涉及到 中国内部的这种革命 和清政府之间的关系 不过多的涉及这些问题 那么美国更明确的讲 说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给清廷以任何的贷政借款 都不是时机 这个时候给清政府提供贷政支持 不是个时候 时机不对 那么清政府面临着 向各个地固主义列强 你们像英国呀 法国呀 美国呀 俄国呀 是吧 向他们借款 那么很难借到这个 实际的这种外债 是吧 那么这样清政府就只能够把 向外借债的这个目标 或者对象转向哪呢 转向了外国的金融资本家 就是私人 不是他这个外国的国家政府 不是外国的银行 面向了这个外国的这个私人资本家 或者金融资本家 那么在1911年的10月 清政府与法国的勾堆男爵 搞了一个借款合同 那么这是9000万 9000万法郎 12月呢 又和勾堆男爵 签定了一个第二次借款合同 那么这是1亿5000 1亿5000个法郎 那么加起来呢 是2.4亿法郎 这2.4亿法郎呢 大概相当于6000万两白银 这是向法国的私人资本家 这个签订了这么一个借款合同 那么尽管这个法国的这个勾堆男爵 从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借款合同 但是勾堆男爵 他看到了当时中国的政局不稳 签订了合同 没有马上支付现款 就是不肯直接履行现款 履行这个这个借款合同 那么有些外国私人家 看到中国政局不稳 根本就也不同清政府签订 一个什么什么借款合同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那么清政府呢 一方面这讲 说什么呢 说现在汉阳克服 就是武汉三镇呢 是吧 武昌汉口汉阳 说现在呢 汉阳已经被清军占领了 汉阳克服 大局已有转机 整个形势已经转变过来了 很好了 说革党主张共和绝难城市 革命党人主张共和国 他们是不能够成功的 说此次借款 并非供前提之用 说我们向勾堆男爵 借的这款不是用于战争 是用于其他的用处 就是以这个呢 作为一个说辞 要求清政府 驻法的代办 从法国的外交部进行交涉 交涉什么呢 希望法国外交部 去催促 勾堆男爵 迅速履行 借款合同 真的向中国呢 来借这个法郎 但是法国外交部讲 说勾堆男爵的这次借款 限系私人性质 这不是国家行为 不是政府行为 是勾堆男爵 就个人的行为 限系私人性质 因此呢 政府未便干预 他私人借给你的清政府 我们政府 这个不能够干预 所以说呢 既爱难 斥令实行合同 我们很难命令他 一定要履行合同 那么也说 清政府这个时候 希望向外大借外债 基本上没有取得 他的预期的效果 这个效果很不好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几个国内的因素 制约着清政府大借外债